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引入BuddleStrap4 咱们上一期用Webpack的模板 咱们建立了一个用程序 对不对 但是那个用程序 它只能使用标准的HTML 再加上CSS 别的功能没有了 可是咱们现在当今开发网站 用的最多的框架是什么 BuddleStrap对不对 那么今天咱们就在那个工程里面 导入BuddleStrap4的功能 该怎么做 咱们看 知识点 今天知识点就一个 在VUE Webpack工程里面 导入BuddleStrap4的框架 该怎么导入 马上看实战演习 实战演习就是这么多内容 我先给您讲解一下 让一会咱们再一点点操作 首先进入咱们的WebAPP的目录 这没说了 然后在这个目录下进行NPM安装 安装什么 安装BuddleStrap 没有问题吧 后面有两个选项 这个我推荐您一定要写上 什么意思 -save 这是说 把这个BuddleStrap作为依赖库 存到package.json的文件当中去 这个地方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 -save-exit 什么意思 精确版本号 就是说 如果咱们不加这个exit的话 这个地方会加上一个尖号 然后后面跟上您的版本 如果咱们加上我的这个save-exit呢 它不会再加那监管号了 换句话说 您要精确指定版本 这是我非常推荐的使用方法 所以说我把它写在这个地方 也极力推荐给您 尤其在生产环境 非常的重要 好 咱们装完了BuddleStrap库 该怎么用 咱们需要编辑一个man.js的文件 这个相当于是咱们整个应用程序的入口文件 类似于C语言的man函数 这个文件在哪 在src的目录下 有一个叫做man.js 这是咱们整个程序的入口 换句话说 咱们全局变量 都需要在这个地方声明 在这里面写什么 我再双击一下 咱们多开一个文件算了 省得我老切换 在这文件中写上一行input 导入 导入谁 导入BuddleStrap的这个css文件 这样的话 咱们全局都可以参照到这个文件 都可以使用了 那么该怎么用 比如说 我要对一个入口的组件进行个编码 这个入口组件在什么地方 大家请看 就在这个src同步下 一个叫做app.voe 这个文件 稍等 这个文件为什么没有高亮显示 我调整一下 再让它高亮显示 属于html OK 没有问题了 咱们 这个文件是咱们整个应用程序的入口文件 咱们编辑下这个文件 加上一些内容 然后看咱们的BuddleStrap有没有生效 该怎么做 我给您做的课件是 咱们加上三个按钮 这个三个按钮 分别使用BuddleStrap里面的几个样式 如果这些样式生效 说明咱们导入了这个BuddleStrap 成功的导入进来 如果没生效 那说明咱们还得再查哪个原因 对吧 好 那咱们做啊 首先干什么 首先咱们先进入这个目录 试一下 我就在这个目录里面了 对吧 然后咱们呢 NPM 然后是BuddleStrap 然后Save 然后进去安装 我就拷贝了 Go 安装一个库应该不会很花时间 安装完之后 咱们应该在package这个地方会看到 package点JSON 等它安装完咱们再看 你看大家请看 用BuddleStrap的最新版本 4.1.0 对前两天又4.0变成4.1了 这个也无所谓 变化应该不大 好像是说增加了几个组件的增强 这个我前两天确实是读了一下这个新闻 好咱们看啊 package点JSON 大家请看 这里面是不是多了一个BuddleStrap 而且没有前面的监控号 为什么 精确版本吗 对不对 OK 那咱们做完这个之后 编辑一下ment.js 然后加上这行import 稍等把它拷贝过来 加到哪 加到这个ment.js 这个地方可以吧 上面都是import 咱们再import一个也没有问题 大家注意 这个importfrom 这个是ES6的写法 其实现在note.js8 并不支持 需要用什么 用8倍 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好 咱们import进来之后 咱们呢 再编辑一下这个app.vue这个文件 它 这个是整个程序的入口文件 为什么不能高亮 这个我得查一下我VSCode的问题 老的选择 这太麻烦了 对不对 怎么编 稍等 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在这里面 加上三个按钮 加在哪 这个是VUE组件的标准写法 这个是我今后会给您讲到的内容 今天咱们就加在这个地方算了 我这地方 敲上一个H2 敲两个H2吧 咱按钮加在两个H2当中 没有问题吧 下面这个是路由视图 这个以后会给您讲到 好 咱们这些编码都完之后 NPM start 运行 试一下 看咱们这个生没生效 Botter drop Go 正在启动 正在编译 我的机器速度应该还不算很慢 所以说 你看 这不就变化了吗 对不对 好 就行 稍等 拷贝一下 Yes Go 这是我的官网 欢迎光临 Go 大家请看 下面多了三个按钮吧 而且这个三个按钮 大家看这颜色 看这个动态效果 说明什么 VUE已经生效了 对不对 那么好 我做一个测试 比如说 我把这Input的去掉 那会怎么样 你看 这才是真正普通的HTML 或者说HTML5的按钮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应用到这个Botter drop 当我应用到之后 OK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网页 所有的网页当中 都能够使用Botter drop的框架 就这么的简单 好不好 非常简单 这东西会就会 不会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知不知道问题 没有说你说 这个有多删多难 没有啊 不会的 好 稍等我把这个服务先停掉 然后接下来 我再给您说一个 这是一个可选项 为什么 因为这Botter drop 它出了一套VUE的组件 什么意思呢 咱们现在 如果用我的方式 使用这个Botter drop的话 像正常的 这个Botter drop使用方法 一样的使用 对不对 可是您如果用 欠套这个组件的话 它会给您提供一种标记 您用这个标记呢 可以说节省您的代码 而且更容易理解的 去使用Botter drop 不过这个版本 我现在前两天 我看好像还是这个 Beta阶段 我看现在是不是Beta阶段了 如果不是的话 推荐给您 您使用它也是可以的 不行 现在还是RC版 现在应该还是预览版的阶段 所以说还不推荐您使用 其实无所谓 用不用它代码 节省的不是很多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B一键 Alert 这个不是标准的 HTML的Tag 对不对 但是是这个组件 给咱们提供一种 提供的一套Tag 其实也是不错 如果用熟的朋友 可能这样写的话 更简单 更便于理解 好 作为可选的知识点 推荐给您 有兴趣的话 您可以下载参照一下 OK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您通过我的步骤 应该在您的过程中 可以引用 PODOZDRAW4的使用方法 非常非常的实用 推荐给您 好 今天就是这样 今天带着码 我会放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 会传到优酷YouTube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供您观看 好咯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